市長檔內有沒有中招 你們選中招 這個你們說下午好不好 大嘆一口氣 聽到關鍵字選總統 高雄市長韓國瑜 先做眼球運動 在拉拉記者的手勢意求饒 拜託 別再問啊 上去看 好 我們趕快去吃個飯 下午兩點來見 要談2020大選 韓國瑜驚挑時間點 不過最近態度逐漸鬆動中 記者司機要再問 你選不選 我還要開玩笑 獨比二拿獨比 獨比二拿獨比 從來沒有說過三個字 叫做我不選 會的 到時候最終 我一定會跟大家報告 韓國瑜不把話說死 用時間爭取空間 但國民黨老太陽們很著急 借出選卡位也卡韓 王金平找平面媒體放話 批評徵招不公平 嗆要獨立參選 我才是真正有能力 來團結國民黨的人 我全力支持韓市長拼市政 市長檔內有沒有徵招力 選中招 這個你們說下午好不好 問題太敏感 韓國瑜欲言又止 說與不說都是煎熬 還對部署潘河續下封口令 不准公開談大選 如此謹慎小心 凸顯他承受巨大壓力 不過渴望他出現的 也不怕被貼上標籤 一定是要找出最強棒啊 那那我想我到了那個時候 我想最強棒的人 也不會辜負全民的期待吧 就是目標是死的人是活的 所以我們弄出來的機制 一定是讓最強的人有機會出來 而不是把他堵 堵在門裡面 真正的目標跟精神是在於說 國民黨能夠推出最強的總統候選人 黨內同志打頭陣 為韓國瑜排除障礙 國民黨終極目標 拼2020勝選 那這一役只能派出最強棒 記者黃明鈞 邵玉銘 台北高雄報導